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魁违五年 我计划回家过年 我穿着地摊货 浑身上下不超过一百的成本出现在老家的村子 深呼吸了一口 一切都该有个了断 可正在我打算进门的那一刻 二婶大声惊呼 这是从哪里来的叫花子 人二婶嚎了一嗓子 隔壁的野乃家中 咚咚咚跑出了十几个人 我顿时被包围得水泄不通 宛如被游街示众一般 泄红菊 老家大的闺女 咋混这么惨呢 三胖子都没有一辆 磕磕沉沉回来了 皮家客和皮鞋都没有 还好意思回家 泄家的人虽然都是叔叔婶婶 堂兄弟姐妹 甚至是爷爷奶奶 可是从他们口中 我依旧得不到丝毫温情 和五年前一样 我就是一个破烂火 爷爷奶奶有很多孙子孙女 爸妈生不出儿子 只有我一个女儿 五年前 我爸妈卖了猪 凑了几百块钱 便逼着我出去打工 若不是我命大运气好 只怕死在外头都无人得知 二婶笑得最为得意 因为她的女儿谢天兴 是开着奔驰回家的 给她撑足脸面 红菊 原来是你啊 婶婶对不起 还以为叫花子来了 但是你这样的穿戴 很容易让人误会 你就是叫花子 你看看你堂姐天兴 才叫光宗耀祖呢 二婶踩着我的狼狈 让谢天兴穿着千元打底的衣裤 在我面前转悠了一圈 宛如走秀一般 我吃笑不已 之所以这么多年不回家 她们是原因之一 可如今 我囊中丰厚 姑且玩玩看 正当我被谢家堂兄弟姐妹 叔叔婶婶们嘲讽之际 爸妈不知从哪钻来 她们浑身稻草 头发蓬乱 发质干枯而潦草 满脸的皱纹 显得她们十分苍老 村列的手和叔叔婶婶们相比 简直惨不忍睹 不过我并无她想 只是淡淡道 不必跟我打招呼卖惨 我没钱给你们 说吧 我转身进门 身后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伯父伯母 红菊还恨着你们呢 多年不联系你们 你们不进去把她腿打断吗 哥哥嫂嫂 她混得不好 但是你们当父母的也能教训她 板着一张臭脸给谁看呢 一点不遵老爱幼 还是牙尖嘴利 你们进去好好教训她 打死她算了 她们的话如毒箭追随我 若是以前 我必然千刀万寡 一般难受难堪 可是如今有了钱财加持 她们一个个如跳梁小丑 滑稽而幼稚 她们不知道 这次我回家 就是为了和我爸妈断绝关系 若一会爸妈和以前一样打我出气 那我就再无父母 从今以后 我远行千里 和他们生死不相来往 可半晌 爸妈并未踢开我的房门 半个小时后 我妈小心翼翼敲了敲门 见我开门之际 她伸出皱巴巴的手 给我塞了一个热乎乎的鸡蛋 红菊 吃鸡蛋 她声音低沉 胆怯而又小心翼翼 自卑而又畏畏缩缩 让我一度认为 这是我亲妈不 我不可置信接过鸡蛋 没一会 我爸烧了一个香味扑鼻的红薯 随后 她学着她的模样 双手为我盛上一个热乎乎的红薯 红菊 饿了吧 吃完鸡蛋吃红薯 趁热吃 为了怕脏我的手 她特意包上一层纸巾 还在红薯的一头包开了一点皮 等等 我是谁 我在哪里 我在干什么 五年前 他们对我动辄打骂 每日歇斯底里 骂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儿子 是能将初中毕业的我赶出去打工的恶毒父母 但凡谢家其他人挑唆一句 他们便恨不得将我大谢八块 如今 他们变得让我陌生 不过 见惯风云的我 克制情绪 很平静接过他们递给我的东西 谢谢 难得能吃到你们亲手给我的东西 多谢啊 我忍不住阴阳怪气 毕竟 他们二人让我有十五年的阴影 我妈想多言几句 可我爸急忙伸手拽住我妈的衣袖 低声劝戒 不要说 闭嘴 给孩子好好休息 于是我妈被我爸急匆匆拉走 我回家的第一个晚上并不宁静 可能没听到爸妈打我 没听到我家里鸡飞狗跳 导致我二婶忍不住坐腰 他半夜凑在门口 高声惊呼 大哥大嫂 你们赶紧起床 别睡觉了 爸妈家里的一只母鸡被偷了 你们赶紧去找鸡 记忆里 每次谢家有任何活 都我爸妈当牛做马 谢家几十人吃饭 爸妈和我洗碗做饭 吃他们剩下的饭菜 每次谢家有瓜果或者新衣服 总会和我们三口毫无关系 我们三个人是谢家的保姆奴才 是他们随意呼来喝去的庸人 我曾无数次反抗过 要求爸妈挺直几倍 不要因为生不出儿子而低人一等 为他们当牛做马 可是 我最终都会被谢家唾骂 骂我一个丫头骗子管那么多干什么 爸妈让他们消气 总当他们的面将我往死里打 好似把我打死 他们便会获得尊重一般 今儿 我回来 也惹得谢家人不满 结果爸妈没打我 二婶就忍不住监视 只怕下一步就会说 母鸡是我偷走的 二婶 别问了 问就是我偷走母鸡的 我躺在床上出言讽刺 随着我的话说完一阵子 爸妈并未进来找我撒气 家里里里外外出奇的安静 这一刻 我才发现爸妈真的变了 他们对我多了愧疚 而且观念也转变了 二婶 有事明天再说 我们还要睡觉 别在外面学狗叫 小心我给你半新药 我忍不住历生呵斥 不过依照二婶不服输的性子 必然要发难 我直接摸出一支擦泡 刺溜一下 划出了火痕迹 迅速从窗户丢了出去 砰的一声 二婶一阵尖叫 逃也试得跑了 一会传来叫骂声 想跟我玩阴谋阳谋 我从小就不是省油的灯 我奉陪 此日一大清早 二婶带着二叔爷爷奶奶 堂兄弟姐妹们 全部堵在我家门口 声势好大恨不得 将我千刀万挂 趁着爸妈开枪之前 我冷漠道 我知道你们想做什么 想让爸妈狠狠教训我 我爸妈没生到儿子 只生了我一个独生女 就让你们联合起脸 不给脸子了 不如你们现在问问 爸妈还会因为我 让你们不顺眼 而打我吗 爸妈虽然在人群之中 但因对方的人多势众 他们有点害怕 这一次 我出言顶撞惹了大家 爸妈会对我如何呢 我拭目以待 若是此次 爸妈依旧不动手打我 那么以前的恩怨一笔勾销 今后我必然给他们养老 毕竟人都有犯错的事 以前他们虽然被挑唆 但也着实可怜 二人当牛做马这么多年 也够了 只要他们改正错误 对我保持善意 我会让他们没儿子 也能在村子里抬起头 让他们过一个最隆重的年 老大 你们不动手教训吗 奶奶目光如死神 给爸妈施压 叔叔婶婶纷纷道 大哥大嫂 你们好好教育红菊呀 若不是她那个时候 不好好出生 也不会伤了大嫂的身体 大嫂肯定有儿子了 是红菊天煞孤星 让你们断子绝孙 你们还不动手打她 她对我们大不敬 自幼就是如此 爸妈总是打我 侮辱我 恨我 一边是他们畏惧强权 自卑生不出儿子 一边恨我 觉得是我的原因 导致他们断子绝孙 每次别人随意挑唆 他们就发疯一般 把我当泄愤的工具 可如今 他们还会轻易受到挑唆吗 我目光落在爸妈的身上 万千情绪藏匿心中 且看他们如何表现 半上 我妈缓缓行至我跟前 她抽动腮骨 声音发颤 对不起 红菊 我错了 是我这个妈不合格 我窝囊对不起你 生不生儿子和你没关系 我不该自卑抬不起头 我不该被挑唆而对你不好 这五年来 没你在身边的日子 我日日反省 却悔不当初 你是女儿 是我唯一的女儿 不比那墨虚有的儿子差 我的眼泪如泉水一般涌出来 多年的埋怨 在这一刻得到了 十股入心一般的救赎 脏腑不能愈合地疤痕 在我妈为我 说话的这一刻 好似撒上了灵丹妙药 这一次回来原本是断绝关系的 可不曾想 却和爸妈意外地和解 只是我妈的话 深深刺激了谢家其他人 我奶奶跳脚唾骂 宛如泼吼 你怎么敢为一个贱丫头顶撞大家 你有什么资格站出来说话 你这个生不出儿子的破乱东西 丧门兴建货 看我不戳死 你 我乃随手找来一把火钱 坐视要往我妈身上戳 此时我爸急忙挡在我妈前头 被我奶用火钱戳了一下胸口 我爸闷声惨叫一声 等缓过神来却冷道 爸妈 弟弟弟妹 还不够吗 我们两口子是没儿子 但是我们也没招惹过你们 这些年 我们每次干活都得干十几个人的活 我累了 我也想通了 以后我只想和妻子和女儿在一起过日子 既然分家了 那就分彻底 以后谁家的活谁干 谁也不要找我 撂下话 我爸拉着我妈的手腕 迟一一会 不忘揪住我的袖子 把我拉进去了房间之内 整个过程 我感动 而又清醒 这才是一家人对吧 进入房间后 外面的叫骂声不断 可爸妈的脸上 却十分舒展豁然 红菊 以后我们一家三口 你在外面混得不好 也没关系 今后在家里 爸妈养着你 我爸红着眼 却溢满了泪水 我妈抽烟道 红菊 给爸妈成长的时间和机会 爸妈以前没出息 不懂反抗 什么都听别人的 可直到你外出了五年 爸妈才知道以前多糊涂 爸妈耳根子软 不奢求你原谅 但求你给我们补偿 你的机会 他们一人一句对不起 后悔以前对我造成了难以弥合的伤害 后悔曾经耳根子软 也是到了不惑之年 才知道 父母和子女的真伪 善良和惭愧真选 他们选择了我 选择了惭愧 在回首时 只有满眼的怅然 可我早就不是会瞬间释放情绪的人了 我感慨在心 也只能欣慰万分 很好我打算不出去了 将来陪爸妈 这番话 又惹得他们感动许久 低声啜泣 我们一家小三口的和睦 不知刺痛了多少人的心 二婶见状 状邪四的骂骂咧咧 一个丫头骗子回来而已 他们还装上了 还真以为自己能单独出去 谢天星很好继承了二婶的嘴碎和自私 他顺着二婶的意思道 妈 不担心 伯父伯母他们穷死了 还住土房子呢 不想为大家做事 过年都没得肉吃 到时候 我们买猪吃肉 鞭炮不停 戳他们的心窝子 让他过不成一个安生年 二婶眉开眼笑 你说得对 反正过年 还有十来天 我们大鱼大肉 大年三十的时候 我们放鞭炮 贴对脸 他们故意大声交流 也着实戳痛了爸妈的心窝 爸妈一年累死累活种庄稼 做饭 喂养家畜 可到头来 只有一点残羹冷饭 如今爸妈主动和他们切割 连残羹都没有 家里凉尽弹绝 只有一堆腐烂的红薯 和长崖的土豆 妈妈十分窘迫 红着脸 对我道 红菊 对不起 家里有土豆和红薯 还有一些面粉 我们没用 累死累活 也没有拿到钱 没法给你买衣服 更买不起肉 对脸和鞭炮 他们脸上挂着灼热的悲伤 恍若一瞬间更加苍老 我爸低着头 但我看见他的眼泪落入碳灰之中 我二话不说 去房间里拿了五万塞入我妈的手中 不必声张 不必高调 反正我们有钱过年 从明天开始 买新衣服 买肉 买鞭炮 买对脸 野奶 叔叔婶婶 他们有的 我们也要有 多熏腊肉腊肠 我喜欢吃 这五万 对他们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数额 五年前 卖一头猪给我凑路费 也才几百 爸妈扎舌一番 谁也没说话 只是写满了震惊 见此情景 我忍不住道 这五万对我来说只是九牛一毛 我很有钱 十分有钱 你们那无法想象的有钱 我有数不完的五万 所以不要担心花完了会没有 也不要担心家里的房子 更不要担心将来的养老 他们最焦躁担心的问题便是 没儿子将来没法养老 在村子里 只有儿子是依靠 只有儿子才能养老 如今 我打了强心针 他们的底气应该足了 以后出门时 必然挺直了腰杆 我妈抽抽耶耶 双手接过钱 反复 查看五万现金 在手中的厚度 一日 爷奶 叔叔婶婶 堂兄弟姐妹们全部换 上了新衣服 还大摇大摆买了猪肉 从我家门前缓缓路过 他们的表情嚣张地得意 虽然幼稚 但放在以前 是刺痛我们自尊心的做法 我二话不说 打电话 叫来了出租车 爸妈 去县城买买买 在一阵冷吃之下 我带着二老驱车进城 给二老分别买了三套新衣服 买了两千多猪肉 还买了几百块钱的鞭炮 为了让爸妈放心 我给他们开卡 存了五十万养老金 卡在你们手里 密码也是你们自己设置的 五十万是给你们养老的不动产 从现在开始 给你们花的每一分钱 都不会动你们养老金 在他们的震惊之下 我包了一辆拉肉车 再包了一辆奥迪斯家车 让爸妈穿上超过四位数的新衣服 缓缓回家 虽然低调 财不露白 但是也要刺激谢家其他人呢 不知道一会看见我们几个 穷酸 他们的表情是何等精彩分成 我拭目以待 当我们驱车赶往村子之时 引来无数人驻足为官 他们的语气眼神 震惊十足 好奇不已 爸妈战红了脸 浑身抑制不住激动 大概憋屈了几十年 如今终于可以扬眉吐气 能不激动 但这才刚开始 以后炫耀这种项目多了去 车辆在众目睽睽之下 驶入我家门口 我开门下车 众人才惊讶且极度到 火酒见 竟然是谢家老大一家三口 他们全家穿新衣服 而且买了半扇猪 那新衣服 我知道 好几千块钱 他们怎么忽然这么有钱 谢家老大不是给谢家人当免费长工吗? 是谢红菊赚了钱 可是谢红菊回来的时候 穿得还不如谢天兴呢 他哪里有什么钱 周围人大破坊 穷才符合我们的身份 我们不配富裕 我大声道 爸妈 赶紧把猪弄出去熏腊肉 我喜欢吃 我妈的声音洪亮无比 好 半扇猪 两千多块钱 过年猪就是贵 我爸声音更大 这要吃好酒 千万不要弄脏 我们两千多买的新衣服 我哭笑不得 爸妈弯了太久的腰杆子 在这一刻 终于直了起来 反观 谢家其他人见鬼似的 瞅着这一幕 你们发财了 二婶子五官扭曲 语气难受 我喜笑颜开道 不如谢天兴有钱 没发财 只是我打工五年 不可能身无分文 二婶这才松了一口气 晚上我起夜 听闻二婶和谢天兴商议 马上过年 你不是开奔驰回家的吗 你自己穿那么贵 给我也买贵一点的衣服啊 那谢红菊是个什么东西 人家这个年要扬眉吐气了 二婶就连呼吸都是极度 大半夜不睡觉 这是急了眼 妈 别生气 等过年我多买些烟花 让整个村子的人都羡慕我家 谢天兴急忙安抚 二婶这才出了一口气 不断说要打压我们的气焰 我们一家三口团结起来 让谢家其他人坠坠不安 他们可不得赶紧找场子 爸妈鸣嘴 满意扫尸了一圈周围的鞭炮 虽然他们很满意当下的改变 但是我不想他们输了颜面 爸妈 三十晚上我给你们一个惊喜 我伸出手 拍拍他们的肩膀 主动示意自己的如目之情 使得他们分外感动 每次我主动接触 都在治愈我们三个人 多年的不幸 在相濡以沫的这几天 得到了不可言说的开解 大年三十 爷乃和叔叔婶婶 堂兄姐妹们聚集一起 他们凑了一堆鞭炮 买了一堆烟花 而我们三个人被彻底孤立 过年就应该热热闹闹 不像有的人 忤逆不孝 不受待见 只能花光存款 三个人抱团呢 看看吃完过年饭 放完鞭炮 以后还有什么好日子过 二婶一开枪 便家枪带棒 奶奶身以为然 二婶的儿子多 加上会来世 所以最得奶奶的喜欢 二婶的话 成功让奶奶站在 道德血亲的制高点 既然你们三个不愿意 跟我们大家一起过年 但是我身为长辈 过年费是要给的 你们不能 不管我们两个老东西 爸妈脸色顿时被蒙上了一层可怕的阴霾 二婶只是挑唆的小丑 但是我乃是执行悲剧的刽子手 她重男轻女 她偏心无比 又善于挑唆 所以让我家难受了几十年 我二十年的阴影 都是她一手地结 奶奶 过年费我有 我给 我就代替我爸妈孝敬您 不过我现在没钱 买衣服和买猪肉的钱 都是借来的 等我有钱了再给 先给承诺 让她乐呵一秒 再浇水 让她跳脚 这是最简单的杀人诛心 晦气的死丫头 见不见哪 我乃气得大呼小叫 我满意后退 拉着我爸妈进去屋子 叮嘱他们 只要还有老人在 一定要哭穷 爸妈身以为然 难怪 你回家要半穷 那可不是 我对一大家人 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年夜饭炫完后 二婶他们开始放鞭炮烟花 还故意在我们门口 对门慢慢放 那烟花好似在提醒 我们永远赶不上 他们那边的热闹和睦 笑话 正在他们看烟花 嘲讽我们之时 来了一辆大卡车 卡车行到我家门 下来了五六个工人 他们一股脑把烟花 往我们院吧搬运 我在爸妈震惊的眼神下 解释 我买的 你们点燃 和对面比赛 看谁放的酒 我爸红着脸 哼吃忙活起来 我买的烟花绚丽多彩 价格不菲 炸雷苍穹 开出农村晚上 最绚丽的新年之花 无数人纷纷往我家里赶来 谢老大 谢大嫂 你们有出息了 扬眉吐气 了呀 这些烟花很贵吧 谢老大 你女儿厉害 赚到钱了 太牛 谢老大虽然没儿子 但是你女儿了不起 以后找个上门女婿 给你当儿子 上门女婿 我仔细瞅了一下 二婶我奶那边的脸 是沉着的 为了爸妈开心 我可以考虑一下 毕竟多年的伤痛 都是因为我妈生不出儿子 引起的 若我在这个村子 有了上门女婿 还有几个孩子 都跟着我家姓 那么 我爸妈会更高兴 只要我爸妈开心 我便开心 原生的伤 只能在原生环境之余 烟花还在继续 爸妈骄傲 却又心疼 连续然放半个小时了 咋才放一半呢 因为 我买了几十万的烟花呀 就是为了扬眉吐气 爸妈 别紧张 我有钱 去年 我中奖了千万 几千万 我低声在他们耳边分享 这段时间的相处 我能窥见爸妈的真心 而我已经敞开了心扉 我妈一声尖叫 但很快捂住了嘴 她和小女孩子似的 蹦蹦跳跳了一会 便迅速学习 我爸点燃烟花 一夜之间 整个村子的人都得知 我家燃放了几十万的烟花 几十万 几十万 你们从哪里来的几十万 我乃疯了 好似我家放的烟花 是她的养老金一般 她可能觉得 若是几十万都给她 她能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谢红菊 都是你的钱 你赚了钱 我乃恨不得跑过来 扒拉我所有的信息 我痴笑道 我是赚了一点 借了一些 但是奶奶 我的钱和你没关系 我爸妈也花不到我的钱 他们只有听话 我才给他们一点 奶奶 你有儿有女无数 不会想着 我这个被你诅咒了二十年孙女的钱吧 爸妈的确会被绑架 若是亮出他们的钱财 估计会被爷奶啃食干净 所以 我必须挡在前头 把火力集中于自己的身上 奶奶 只有儿女死绝 没孙子 养老的问题 才能落在孙女的头上 你不会不知道 不会吧 在我阴阳怪气的讽刺下 她的气焰很快低迷 我扫了我妈一下 发现她有如释重负的激动 回到屋子 我妈感慨万千 以前我窝囊 不敢顶嘴 不敢抵抗 只能顺应他们 否则我就是大逆不笑 女儿 你做得很好 太给我解压了 若不是你回来撑着我们 我估计活不下去 我相信她说的是真的 因为昨天在扫地的时候 我发现我妈床底下放着一瓶毒药 我紧紧地握住她双手 没事 我来 人生最爽之事 无非是让怨恨极度自己的人更加不爽 大年初二 我让我妈从娘家接来三十多个亲戚 舅舅舅妈全部来领我家 我放烟花摆酒宴 足足摆了七八桌 当然 为了不打扰我爸妈的休息 我请来了厨师 以及好几个帮厨 从买菜洗碗那一刻 全部让人家包了 爸妈悠闲自在陪着客人吃喝聊天 磕瓜子 而爷奶那边的活集中在二婶和谢天兴的身上 他们蹲在比刺骨的水龙头下 洗着小山式的碗筷 对比鲜明 刺激太大 往年这些活都是我家干的 如今他们还不得恨死我们 恨吧 反正我吃饱喝足就行 摆宴席一天 送走老妈的亲戚后 老妈直呼扬眉吐气 可这个时候 我爷爷并发病入院 召集了好几个儿子 我奶奶恐怖如僵尸的眼神 留在我爸妈脸上 老子生病 理应几个儿子均贪 出钱出力 但是老三和老四家境不好 有儿子要养 老二家里也有两个儿子 老大 你没儿子 加上又是老大 长兄如父 这件事你看着办 我奶发话 其他人往后退一大步 自然而然把我爸顶了上去 我爸故孤身一人 在众目睽睽之下十分窒息 我我我 瞧见他的为难 我立马站出去道 可以 长兄如父 我爸可以负责 但是他在负责的时候 不需要你们指手画脚 于是我拨打了120 请来救护车 在我乃惊讶的眼神之下 把我爷爷送去了医院 想留老人在家里 搓磨我家的钱财和劳动力 那我还不如直接送去医院 把钱也送去医院给医生赚业绩 和我预料的一样 我也只是普通的感冒 不过他非得折腾入院 让我爸妈伺候照顾 我转身 让医生给我爷爷打强身健体的营养针 还找了几个护工 寸步不离在爷爷跟前照顾 为了树立孝道 我让爸妈与爷爷合影 在发朋友圈并且配文 爸妈送爷爷住院 为爷爷打了增强抵抗力的针 还为爷爷请了两个护工 爸妈对爷爷太好 孝顺 我不知这个微信的威力有多大 我只知道爷爷害怕打针 打完针后 我要求医院给爷爷体检 爷爷得知要抽血 做胃镜检查后 大哭大闹 我不要住院 我要回家 我没事 我要回家 就这样 我花了大几千 宋爷爷体验了一把入院花钱的感觉 这一下看谁还嘴碎 说我爸妈不笑 宋爷爷回去后 我阴阳怪气 对我奶道 奶奶 以后你若是住院也一样 送去打针 体检 给你请护工 保证你舒舒服服 我奶嘴角直抽抽 看他吓得 小样 寄予我的钱财 但是又怕去医院折腾 过了正月十五 我请来了包工头 要求按照我的图纸 给家里起两层半的别墅 预计一百万 老板 你得给我爸妈盖上阳气的别墅 我大声叮嘱 这番话 自然而然狠狠地刺激了二婶他们 谢家所有的人 对我们群起而公之 敢盖房子 我就敢推平 让你们起不了一砖一瓦 想遮住我们的光线 老大大嫂 你们黑心肠 反正不给动工 谁要是动工 就在的身体上压过去 几个婶婶最为激动 在挖机来到家门口的那一刻 他们便虎视眈眈 看着我家一举一动 包工头擦汗 十分为难 不行了 没法动 爸妈也十分惆怅 老房子推不了 谈何盖房子呢 算了吧 不住别墅了 就住家里的土房子 虽然很漏水 但到时候 捣吃一下 还可以接着继续住 爸妈声音都在颤抖 出言之时 分外委屈 我对他们打了一个响纸 包在我的身上 随后 我发了朋友圈 在村子买一块地皮 出价二十万 二十万买地 原本就是天价 我给得十分仗义 不一会 我家门槛都被挤破了 我家有一亩地 我家地处马路边上 我家周围邻居好 我家有地皮 在众人目光之中 我选择了同村一块 阳光充足的土地 开始挖地基 修建别墅 在盖房子期间 住的还是土房子 可自从起楼房那一刻 我发现周围的力气更多了 原本的他们对我们的嫉妒 变成了行动制裁 咋回事 早上起来发现门口有份 毛侧有积压的脏腑 家里有味道 我们家出了问题 爸妈脸上写满了惊慌 哪怕有我站在他们身后 他们也是怕的 不用想 这一切都是二婶他们做的 既然如此 我也懒得周旋 而是把屋子反锁后 立马买了一辆房车 我们三个入住房车 在搭建帐篷 和二婶子他们保持了上百米的距离 成功杜绝他们犯件 但是我乃厚着脸皮上门 买车子 盖房子 这需要花多少钱啊 你们怎么那么有钱 我平静道 是我有钱 等盖好了别墅 我招上门女婿 生孩子跟我姓 不是诅咒我爸妈段子绝孙吗 不是骂我见丫头赔钱货吗 我娶男人进门 生我谢家的孩子 难不成不打脸 我乃受惊 一般顿时面如土色 转身急匆匆回去 以后每一日 都是他们的跳脚日期 也是我家扬眉吐气的日子 别墅花了三个月时间盖好 我喊了装修公司 花了几十万装修 车子房子爸妈都有 接下来便是招上门女婿 村子的光棍不少 无数没人踏破我家门口 当然我不是垃圾回收站 在我筛选之下 找了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他和我年纪差不多 长了一副帅气无比的脸庞 而且眼神清透干净 只是少言寡语 看见他的那一刻 我灿然一笑 就是你了 以后加入我们 那男生腼腆一笑 朝着我走来 嗨 我要风风光光娶了他 享受其人之福 让既恨我家的人都肝胆剧烈 继续刺激 继续加码 下面给大家讲述第二篇故事 高考结束 婶婶便上门炫耀 说堂地清北稳了 留家后既有人了 让我妈不要在我身上 浪费时间浪费钱 结果堂地高考失利 他又转头跟着我妈 篡改了我的志愿 用我680分的成绩 换一个普本大学 美其名曰和我堂地有个照应 而我静静地看着这一家人表演 拆着我的清华单招录取通知书 我参加高考 只是玩玩而已 志愿你们随便改 高考查分那天 全家人集合在一起 准时盯着手机屏幕 我看着旁边疯狂擦着手心汗水的堂地安慰着 没事的 你成绩肯定不错 那当然了 你弟弟在腹中火箭班 可是次次排名前十的 婶婶在旁边骄傲地开口 又不忘了拉着我妈在旁边说着 嫂子啊 不是我说 这次我们家环宇清北肯定稳了 前两天孤芬还说呢 倒是你家这明明 打小也不怎么学习 还不如把心思放在小琪身上 小琪是我的弟弟 我父母是重组家庭 亲生母亲在我八岁那年提出了离婚 把我留给了父亲 至此之后 我这个本就拎不清的后妈 也就住进了我家 和我爸一起生了弟弟刘雨琪 刘雨琪学习很好 从来不用父母操心 眼下哪怕我们在查分 她也在房间里看书学习 婶婶看不起 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自然没有理会她的话 却在心里想着 不过是前十而已 环宇可是我亲自看着长大的 肯定随我 这次分数不能差 爷爷从来都喜欢我这个堂弟 这会自然是要帮腔的 又马上揉着堂弟的头发笑着 等我们环宇考上了清北 咱们家一定要办一个大的升学宴 把我那些老邻居都请过来 让他们看看我老刘家 也是后继友人了 一家人其乐融融 却不包括我们一家三口 我们不过是陪衬而已 表面上看我们是住在一个大院里 实际上 爷爷恨不得我们家马上搬出去 下一秒绝对会把我们家的房间给堂弟 快点快点 马上就到点了 爷爷把这件事 当成了全家的头等大事 想着能光要门没的 一直看着手机里的时钟 随着秒针一点点挪动喊着 三 二 一 我爸在旁边替我按下查分键 手却抖了一下 旁边的堂弟也点了查分 两边的网页都在加载 而我的婶婶却像是已经要胜利的斗鸡一样 就差把我堂弟的手机抢过去了 环宇考了五百三十二 堂弟那边的分数最先出来 我看着婶婶得意开口 甚至下一秒就要朝我炫耀 挺好的 我也跟着附和着 心里却想着五百三十二分 根本上不去清北 看着我爸那边 手机页面仍然在加载中 我也不急着等这个成绩 我们还宇就是爸 这个分数不错了 妈妈很满意 婶婶一直在旁边得意的朝全家人炫耀着 甚至还拍了照发了一条朋友圈 发完那条朋友圈 婶婶马上跑到我爸身边 哥 你这怎么还没出来 等得都急死了 说完又不忘了看着我 明明 这次你弟弟的分数 虽然上不了清北 但肯定能走个不错的学校了 婶婶 环宇学习挺好的 这次应该是失误了 没关系的 我笑了笑 看见了爷爷并不太好的脸色 我在考试结束 已经给自己估了分数 至少六百六十 我对自己还是有点信心的 只等着一会把这十八年灌输给我的家里有一个继承家业的就够了 也不学习 还不如培养 培养小齐的思想 全都打脸回去 哟 我们明明竟然六百八十分 我爸那边终于刷新出来了网页 激动地看着我 而我看见婶婶的脸 由欣喜变成了轻率 甚至攥紧手机 马上把那条朋友圈删掉了 婶婶 不好意思啊 我这次属于超常发挥了 我看见她的表情变得不自然 勾唇看着在场的所有人 包括我的爷爷 我的爷爷脸色也有点差 刚刚听说 堂弟的分数还开始自豪起来 我都觉得他下一秒都能扔掉拐杖走两圈了 哥 你是不是看错了 我给你看看 婶婶直接抢过我爸的手机 看着屏幕上的分数一项一项地念着 刘宇明 语文127 数学132 英语146 综合275 每念完一个数字 婶婶都要看向自己部 争气的儿子 直到念完总成绩680分 婶婶攥着手机 咬牙切齿开口 明明这是高考发挥很好啊 都能680分了 带着嘲讽和不屑的预期 婶婶话里的酸味我隔着三米都能闻到 我们也不知道他平时成绩什么样 不过这个分数可以了 我们挺满意的 我爸平日里 没少被小叔和婶婶两人数落 甚至在我上高中的那年 我小叔竟然窜多婶婶和我妈说 让我直接去工地打工 放弃掉我这个不学无数的大儿子 专心培养一个小儿子就够了 此时的我爸 也终于有了点喜色 你是怎么回事 这次是怎么考的 平时成绩都能到600的 你怎么才考了这么点 而我的婶婶 已经从得意洋洋的斗机 变成了真正的战斗机 我考试的时候拉肚子了 堂弟的声音越来越小 甚至不敢抬头 看我婶婶一眼 说到这时 我愣了一下 我考试的时候也拉肚子了 我赶紧想起来 婶婶考试前送来的什么提高记忆力的不要 拉肚子 高考那几天 你想吃什么 我没给你吃 有肉有菜营养均衡 你可倒好 你就是这穷贱命 吃不得一点好东西 婶婶仍然不把问题放在自己身上 我刚想开口 爷爷那边却打断了一家人 都挺好 都挺好 还宇不错 明明也不错 我留家乡活好 三个孩子将来都有出息 爸 还宇这次是个意外 婶婶还想着这次 能在全家人面前 好好炫耀一番 没想到我的成绩 抵堂地的还要高 这也怪我 平日里也不怎么提自己的学习 父母也都不管我 他们只觉得婶婶说得很对 把重心放在一个人身上就可以了 这也是我从婶婶那里耳濡目染来的 婶婶的原生家庭就是这样 家里只培养一个 把剩下的几个孩子都扔在一边 婶婶嫁进来之后便处处和我们家比 也处处想高我们一头 她觉得只有这样 才能在家里得到重视 这个成绩很好了 我们老刘家可没出过几个名人 将来就靠你们了 爷爷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明显看向的是我的方向 我也只是朝爷爷一笑 表示我会让你们更震惊的 看着他们一家人全都倾着脸离开 我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院子里 想着彻底一雪前耻了 可没想到我的婶婶却疯了 第二天 我还在睡梦中的时候 婶婶疯狂砸我家的门 说是让我起来看报考的事情 我爸出去上班了 我妈在家收拾家务 弟弟已经去上学了 婶婶到的时候 看见我刚从被窝起来 还止不住地嘲讽着 都什么时候了 桓宇都已经开始看大学招生资料了 你们心可真大 哎呀 孩子的事 让孩子自己操心去 都成年了 咱们也不用这样 这不是你说的什么 不用管他们吗 我妈从来都没有 把我真正放在眼里 就连昨天晚上查成绩 都要时不时去看看弟弟怎么样 我也对他没什么感情 倒是现在这样 让我们俩都相安无事 也挺好的 什么孩子的事 嫂子 你听我说 报考可是终身大事 高考可决定了 后半辈子的命运呢 婶婶非要拉着我妈翻报考书 你看哪 选个好大学 能决定毕业之后 去什么单位工作 决定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对象结婚 哎呀 这门道可多着呢 哟 那我听说 什么过了六百五十就能进京 那明明这分数 能进京了吧 她虽然不关心我 但还是关心弟弟的 也知道什么样的分数 能考个什么样的大学 听到这话 婶婶的语气更酸了 嫂子 你以为进京都是大白菜价呢 咱明明这分数 还差着点呢 你瞧瞧 这清华北大的去年七百分都没进去 我刚想说 燕京又不止北大清华 我妈就开口了 哎呦 还差了二十分呢 脸上的遗憾展露无遗 我也是看冥冥可怜 没能考上燕京去 这不 给你们选了好几个学校呢 婶婶马上翻开自己 快要翻烂了的报考书 你看这个学校 听名字就挺唬人的 而且还是在河北 离燕京近的嘞 婶婶 我打断了两个人翻看报考书的思路 学校 我自己已经选好了 不用您费心了 您还是多看看 环宇那边 怎么 选的吧 我实在是忍不了了 这位婶婶 总想替我做什么决定 总想着摆布别人的人生 看着她的笑脸马上垮了下来 我猜她可能是真要走了 明明 你听我说 这选个好地方将来可是能静静的 好工作有了还愁 没有好对象吗 婶婶句句真切 我差点都信了 婶婶 我都说了我已经选好了学校 您怎么就非要给我这么操心呢 您到底是安得什么心啊 我终于忍不住了 朝她吼了过去 可没想到 我妈最先来劝我 明明啊 你婶婶也是为你好啊 我觉得她说得挺好的 妈 您看看我婶婶选的那个学校 墨留211 去年分数线550 您真的想让我去那个学校吗 我拿起婶婶手里的书 指着上面的分数 问着我妈 明明 这话你可就说错了 今年分数可高了 这我可是问过人的 再说了 咱也是宁当鸡头不做凤尾啊 你这分数 清华北大去不成 咱选个好地方就行了吗 我是真没想到 婶婶还有后话在那堵着我 刚好 我的手机也响了 哥们约我去吃饭 我顺势拿起包 准备出门 临走 婶婶又骂着我 这个孩子 真是缺教养 你自己说你抱哪个 我们帮你参谋 还不行吗 我抱了清华 我摔门离开 还能听见家里面 婶婶奸细的声音 你这死孩子 嘴里没一句实话 在门口 我看见了欲言又止的堂弟 环宇 怎么了 我看着她脸色不好 想着应该是昨天婶婶 说得太狠了点 恭喜你啊 哥 我 昨天我妈 对不起 你别太难过 你这分数 虽然去不了清北 但也能选个 燕京的好学校 你可千万别听我妈的 我气笑了 看着我这个傻弟弟 笑着说 你的分数也可以 别太焦虑了 本来我以为 这件事这样就结束了 没想到婶婶却直接和我妈改了我的志愿 就在填报志愿的最后两天 婶婶又来问我到底选哪个学校了 能不能和我堂弟报一个学校 也能有个照应 我妈这几天也被我婶婶洗脑成功 开始劝我两个人去外地都有个照应 当天晚上 我很严肃地找我妈谈了一下 劝她不要听我婶婶的话 我这个成绩是可以进京的 你婶婶在教育局认识人 都说这个成绩 今年很难了 要不咱就听你婶婶的 我妈心肠软 也想着能给我最好的 不断给我说着软话 我爸在旁边听不下去了 回了句 他还少坑咱家了吗 不听他的 明明 你喜欢哪咱就报呢 这是我十八年来 听过他最硬气的一句话 谢谢爸 但我还是没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俩 我怕他俩和我婶婶说 更怕我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之前 再被这些人搅黄了 我却没想到再报志愿的最后一天 在我出门完之前 千叮宁万嘱咐 告诉我妈 千万不要听我婶婶的之后 我被我的婶婶填了个志愿 当天晚上我回家 我妈就忧心忡忡地 问我到底想去哪所学校 妈 我说了 我要去清华 我宽慰着她 将她拉着坐在沙发上 您就别管了 等着我录取通知书下来吧 我妈半夜敲我房间门 和我说下午我出门之后 我婶婶就来了 帮我报了志愿 我二话不说就去大院里面哭嚎 哭到爷爷都起来了 问我怎么回事 我婶婶冷笑着看着我的表演 双手插在身前 刘雨明 让你和你弟弟抱一个学校 委屈你了吗 我给你抱的 可是这个学校最好的专业 我哽咽着 看着大院里的所有人 每个人的嘴脸 我都记在心里 爷爷也了解了什么情况 马上帮腔开口 明明啊 你婶婶也是怕你在外面没有照应 这不是让你和你弟弟 在一个学校 将来也好有个伴儿 我爸最先站出来 严肃地看着我姑 你怎么能这样 孩子不就是想去个好学校 你怎么就不同意呢 是不是我们家做什么高你一头都不行了 在这一刻 我觉得我爸才是真男人 大哥 你醒醒吧 就他那分数 还想着考清华 做梦去吧 你去打听打听 今年七百分以下的哪个赶往清华北大报 婶婶依旧纠缠 我也哭够了 恶狠狠的 盯着我婶婶 那我就非要考上给你看 行啊 刘雨明 你去教育局找人吧 反正现在已经过了报名时间 你看看谁还能给你改志愿 婶婶的嘴脸展露无遗 儿子 咱考上了也不去 我爸把我抱在怀里 看着我婶婶和我爷爷 爸 这就是你喜欢的媳妇 都敢给我们家做主了 与毙 我爸带着我回屋 看着我妈 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最后还是软着话说着 你这心肠 软得很 他说什么你都信 我这不也是为了孩子 我妈也是哭过一阵了 眼圈都红着 我还是不忍心 开口和他们说 爸妈 其实我能上清华 咋能 你婶婶不是说 我妈红肿着眼睛看着我 像是燃起了一丝希望一样 最后又低下头 叹了口气 但现在也没办法改志愿了 丹钊的档案早就已经调走了 我这样不过是给我婶婶一家一个面子 妈 没事的 别哭了 我用手背擦着他脸上的泪水 妈 我真的没骗你 我爸也在旁边问我到底咋办 这我才说了实情 爸 妈 其实我老早就过了清华的单招 连档案都调走了 高考可以不用参加的 这个志愿 就是个摆设 除了清华 也没人能录取得了我 我妈吓坏了 他没文化 忙问着我 儿子 咋能不参加高考呢 那你这是啥成绩吗 我爸听单位的同事提过几句 不过也没上心 这会儿才想起来 马上用手肘对着我妈 儿子说的是真的 我们单位科长家孩子就是单招的 就是不用高考 莫了 我爸左手搂着我 右手搂着我妈 高兴地说着 我儿子能念清华了 而这件事 我也没让我爸 我妈告诉婶婶一家 我和他们说 至少要见到录取通知书才行 我妈这才放心下来 又不忘了数了我 你看你这孩子 天大的好事咋也不提前说 我爸倒是会强话 马上接过去 要是告诉你了 你不是又要告诉他们 我妈哼了一声 没再说话 而我堂弟的录取通知书 也很快收到了 婶婶拿着大红的信封 来我家炫耀着 你们都报的一个学校 怎么你的那么慢 该不会是你的专业分数 太高了你没录取上吧 哟 我们也没收到啊 是不是学校还没打电话呢 我爸最先开口 哥 要不你赶紧打电话问问 没录取的话 赶紧给明明报个专科兜底 婶婶这时候又显得能耐了几分 我们全家人都没忍心拆穿我的婶婶 全都在家憋着笑 直到我婶婶走后 我爸忙问我 儿子 你的什么时候到啊 咱也去和你婶婶说一说 爸 别急 学校那边说 已经发出来了 估计这两天就到了 但没等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到家 先等来了我堂弟的升学宴 爷爷已经答应给我堂弟半个大的升学宴 也不管我堂弟考没考上 清北 好歹是有个好大学录取了 说办就办 就定在了周六 找了好几家酒店 总算让我婶婶找到了一个价钱很贵排场很大的地方 整个升学宴花了八万块钱 通知我们升学宴定在哪天之后 临走的时候 我婶婶还过来安慰我们家 哥 嫂子 没事的 过几天 还有补录名额 到时候 让明明看着点报名就行了 在补录的那天一大早 我婶婶直接进了我家门 二话不说 就打开了电脑 婶婶 你怎么在我家看我的电脑 我从房间出来 看着她二话不说 打开了报考的网页 她直接过来拉着我问我 明明 快点 密码是什么 快点登录 婶婶 我都已经被录取了 不需要补报 我实在是忍不了她 直接甩开了她的手 你这死孩子 你弟弟都收到录取通知书了 你的呢 婶婶也是为你好 你将来上不了大学 还得再复读一年 你还想再过一遍高三吗 我对她有点无语 我都说了我的通知书 还在路上呢 你怎么就非让我补录 来 你登录上去 自己看看 看看你自己有地方录取吗 单招不显示 在系统里 当然看不见 我的系统里只有空白一片 婶婶 过两天 我就收到通知书了 您就别操心了 行 看你到时候 没地方 念书哭去吧 我婶婶嘴上 说着不管我 但还是拉着我妈 问着我的账号密码 最后也没能报上 直到周六那天早上 婶婶依旧不死心地来我家 明明啊 你要是再不报名 就只能上个大专了 婶婶 您就别操心了 我有学上 上的还是清华呢 我自己在心里补充着 那你告诉婶婶 你到底报到哪里 我早就和您说了 我考上清华了 你这死孩子 嘴里说不出什么好话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真是好心荡成驴肝肺 我婶婶发誓 再也不管我死活 我也刚好清静不少 在婶婶离开后 我刚好收到了学校打来的电话 告诉我 录取通知书已经到了 让我尽快去取 我赶在中午前 拿到了我的录取通知书 前往酒店参加堂弟的升学宴 婶婶得意洋洋地 介绍着自己的儿子 顺便还不忘了介绍 和他童年一起参加高考 680分 却没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我 我手里攥着录取通知书 只等着我想要的那一刻 明明 快来 这是我哥哥家的孩子 快喊姐姐 婶婶招呼着我 让我去那边 我带着我的录取通知书 站在婶婶旁边 你姐姐去年考了726分 上了清华呢 姐姐好 我乖巧地叫着她 这是我侄子 今年考了680 和环宇报了一个学校 但没收到录取通知书 她总会把这件事情挂在嘴边 而我 却准备拿出手里的录取通知书 弟弟手里 这个不是我们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吗 一瞬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 今天在场的人大部分都知道了 她是清华的学生 似乎她的话在哪里都有分量 而我 不好意思地拿出清华的录取通知书 腼腆地朝在场所有人笑了笑 包括我那个能说会道的婶婶 你这孩子 怎么还拿别人的录取通知书呢 是不是你哪个朋友的 而我的婶婶 还以为我这个分数 没办法考上清华 婶婶 我拿别人的做什么 我白了她一眼 看向我未来的学姐 学姐 那你来拆 念一念上面的名字 是不是刘雨明 那姐姐这才反应过来 马上拉着我的手过来 你就是刘雨明 我也不知道 她怎么那么大反应 在我这里根本没有这个环节 只能愣证着点点头 是啊 学姐 我们导师可说了 你是单招考进来的 已经报了我们专业 将来跟着我们导师 吃香的喝辣的 学姐 绝对不会亏待你 我的天 我真的没想到 在这里能遇见我的同系学姐 后来 我才听说 这位学姐单招没过 靠高考分数 激进了清华的大牛专业 旁边我的婶婶 却傻眼了 人家根本不需要 看我的录取通知书 就能说出我的专业 而我的堂弟 脸上也是颜色多变 都单招了 怎么还参加高考啊 学姐直接在原地拉着我聊天 不顾别人的眼神 而聚集过来的人更多了 都说不参加高考 会后悔一辈子 我就想着体验体验 那你怎么才考680 不应该啊 这我才看向我的婶婶 大声开口 我婶婶考前 给我和堂弟吃了 说是能增长智力的药 结果考数学的时候 拉肚子了 后面的题没写完 我堂弟也是因为 拉肚子数学也没考好 我堂弟这才反应过来 而我的父母 在听到这么惊险的事情后 马上看向我的婶婶 我婶婶的脸上 有些挂不住 我这不也是为了孩子们 你怎么能这么害孩子呢 还好明明考上了清华 不然你让我们怎么活呀 妈 你害得我没考好 反过来还说我 而平时不声不语的堂弟 也攥紧了拳头 妈 这可是我的高考 我爸妈直接把我拉到旁边去 远离我婶婶 明明 你怎么不早说 我假意钻到爸妈怀里 警惕地看着婶婶 我哪里敢说 谁知道我是不是吃坏了东西 可查分那天我才知道 弟弟也拉肚子了 这我才 我才 周围人的眼神都变了许多 而那个学姐此时也站在我这边 小姑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疯了吧 怎么能信那些东西 平时他就这么疯 没想 倒还让孩子这样 毁了自己孩子 也算自作孽了 就是可惜了那小孩 堂弟听着周围人的话 十八年的委屈 好像都在这一刻爆发出来 我没你这个妈 说完 转身跑出人群 只剩下我那个婶婶对着众人 升学宴结束 堂弟也没回来 我还以为他回家了 结果回到家后 也没见到人 我婶婶有些愧疚 还到处去找 他还想给我堂弟的同学打电话 结果竟然一个联系方式也没有 但他却在这次彻底盯上了我 堂弟已经三天没回家 我也担心地给他发消息 但一条也没有回复 全家人急得不行 我婶婶却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我 刘雨明 你给我滚出来 大院里 听见婶婶奸细的嗓音 我就知道准没有好事 刘雨明 你害得你弟弟失踪 我告诉你 我们还宇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也别想好过 大早上吵什么 爷爷从主屋出来 敲着拐杖 本来自己亲孙子的失踪 就够让老人上火 此时自己的儿媳妇还在发疯 爸 就是刘雨明害了还宇 我从卧室的窗户看见 她指着我们屋的方向大吼着 要不是刘雨明在那么多人面前 说我的不是 还宇怎么可能离家出走 张凤梅 你自己孩子都看不住 还想怪别人 我那爷爷也在此时爆发了出来 还宇丢了就去找 你在这里发疯他 就能回来了吗 好 爸 好 我的婶婶愤恨地看着我的房间 那就谁也别想好过 转头 她就冲进了我的房间 我吓了一跳 马上躲开她的攻击 而我的婶婶 却直直地盯着我桌上的录取通知书 直接抢了过去 刘雨明 你不让我们家好过 那你也别想好过 说着 那封录取通知书直接被我的婶婶撕成两半 似乎撕成两半 还不够解气 直到撕碎扔在我面前才笑着喊出来 刘雨明 你也没学上了 张凤梅 你疯了 那是孩子的录取通知书 我爸也在此时赶到我的房间 想要控制住发疯的婶婶 是啊 我疯了 既然这小兔崽子不想让我家好过 那他也别想好过了 我站在角落里 早已看穿了这一切 在周六 取到录取通知书那天 我就在复印店印了八份 放在家里的各个角落 而真正的那份录取通知书 被我压在了床底 我见识过我婶婶的威力 就在我的小叔离家出走的那天 我婶婶掀翻了家里所有的东西 全都摔在院子里 骂着世道不公 而她手里撕碎的那份 只不过是我印下来的其中一份 婶婶 那么喜欢丝纸的话 我这里还有 你想要多少 我冷冷地从衣柜里再拿出一份 扔在她面前 连我爸都看愣了 刘雨明 婶婶封了一样 看着手里的那份录取通知书 一样都是紫色的纸 印着我的名字和院席专页 张凤梅 你封够了就滚 我们家不欢迎你 我妈手里拿着锅铲 指着我的婶婶 还好我们明明学习好 靠自己考上了清华 不然被你这么折腾 我儿子下辈子都毁了 婶婶 你从小就想让弟弟压我一头 你管得了还雨 你管得了我的人生吗 我婶婶最后还是离开了 我不知道她后来又怎么样 堂弟也在几天后回了家 在我快要开学的前几天 堂弟站在我窗边 看我打开窗户和我道歉 哥 对不起 我也没想到我妈这样 我看着我的傻弟弟叹了口气 又不是你做的 你和我道歉做什么 哥 我打算复读了 我惊讶地看着她 堂弟学习确实还可以 但如果再复读一年 我不知道 我那个婶婶能不能稳定情绪 婶婶她同意吗 我妈让我复读的 末了 她才又说道 我妈说 让我一定要赶上你才行 说我明年一定能考上清华 那你加油吧 一瞬间 我竟然不知道说些什么 看着她快要走了 我又喊住她 还宇 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我看见她点头 落寞地进了自己房间 我想和她说 没必要为了哪句话拼命活着 只要自己努力了就够了 但我还是没能说出口 我知道 我可能是她无法解开 的心结 我只在心底默默祝福她 明年能考个好成绩 走出这片阴霾 八月底 送我到火车站的队伍里 没有婶婶 也没有堂弟 堂弟已经提前去学校复习了 而我的婶婶 也搬出了这个家 爷爷也开始注意到我 这次送我的队伍里 也有我的爷爷 明明啊 要好好读书 爷爷拉着我 叙叙叨叨地说着话 末了 才支支吾吾地看着我说道 明明 是爷爷不好 从小没怎么关注你 爷爷 我知道老一辈都很执拗 但爷爷能表达出来 已经算是对我最大的尊重了 您照顾好自己 放假了 我就回来了 我可能没办法面对这样的爷爷 但我还是和他和解了 开始检票后 堂弟突然出现在火车站内 哥 我回头 我回头 看见堂弟拿着一盒东西过来 在我面前停下 喘着粗气 和我说着 哥 这个你拿着 是我妈早上刚做的 她说她还要上班 就不来送你了 我接过沉甸甸的一盒饺子 朝她道谢 你也好好学习 又不会地可以问我 检票后 我朝一家人挥挥手 离开了这座生活了十八年的城市 开始了我的新生活 第二年高考时 我远在燕京 关注着堂弟的成绩 而这一年 我也没能收到堂弟传来的喜讯 后来 我给我爸打了个电话 问他堂弟考得怎么样 我爸支支吾吾了半天 最后说了句 你婶婶也没回来 我们打电话 他也没接 后来 我放假回家 和朋友聚会时 见到了在餐厅端盘子的堂弟 我叫住了他 环宇 你今年高考怎么样 堂弟却直接跑开了 后来 我才从别人口中 听说堂弟今年考的分数 还没有去年高 刚过本科县 不过也能选一个还可以的学校 我回家后 和爸妈说了这件事 我爸还很唏嘘 你婶婶那么要强 怪不得不愿意回家见我们 我问他爷爷知道这件事吗 我爸只说可能不太清楚 我也了然 在我开学之前 我终于见到了我婶婶和堂弟 婶婶带着堂弟回家来简单吃个饭 才说了堂弟考上了大学 不再有去年那样质得意满的模样 脾气也消了不少 明明啊 结束后 婶婶叫住了我 去年的事 是婶婶不好 我也不知道会闹出来这么大的事 害得你们俩都没考好 婶婶 你最应该和堂弟道个歉 我叹了口气 其实 我并没有多生气 更多的只是觉得可悲 堂弟看向我 眼底似乎有了一丝希望 婶婶也望向堂弟 深吸了一口气 怀疑 妈对不起你 这一句话 却让堂弟哭出了声 我的眼睛 也跟着酸了一秒 看着堂弟现在的样子 我才觉得他活成了自己的样子 后来 弟弟还是去上学了 在远离家乡两千公里以外的地方 堂弟给我发了视频 告诉我他现在过得很好 遇见了新同学 也有了新的生活 环宇 其实我去年就想和你说 没必要活在谁的阴影下 你永远都是你 只要你自己开心 这就够了 哥 我考研一定能考上清华 这回 我相信了他的话 因为我看见他发自内心的开心 在我读研的第二年 我迎来了我的师弟 也是我的堂弟 他拖着行李箱站在我的面前 大大咧咧地朝我一笑 怎么样 我说到做到了吧 我抱着他 轻声和他说 环宇 你是最棒的 我再见到了我的婶婶 在堂弟考研成功之后的家庭聚会上 爷爷庆祝着堂弟成功考入清华 和我成为了同门师兄弟 一直说着刘家祖上积德的话 我和堂弟相识一笑 明明啊 这回你可要多多照顾你弟弟 婶婶和气弟帮我倒饮料 不断说着好话 婶婶 环宇既是我的堂弟 也是我的师弟 就算您不说我也会多多照顾他的 我依旧不喜欢婶婶的性格 但也对他暂时的改变理解了不少 我毕业后进了国企 而堂弟则去了科研院所工作 我们两人仍然有联系 也有很多合作 一家人也更和谐了 婶婶不再那么炫耀 也对堂弟宽容不少 爷爷在我爸妈的照顾下颐养天年 也不再对我那么刻薄 再回头看我这二十几年的生 活 我觉得虽然不那么完美 但这就是生活